长达五个多月的修理风波及暴力冲击 使香港不少中小商户和市民蒙受伤害 急需社会支援 11月15日 由谭耀宗、黄英豪、龚永德、唐英年等香港政商界致命人士 共同发起的同州人基金宣布成立 呼吁全体港人奔着同州共济的狮子山精神 扶威解困、共渡难关 我们基金的宗旨是透过向社会务集 就是筹那些资金 去帮助自从六月修理风波以来 受到破坏、受到影响 导致可能它经营中小微企 受到经营上的困难 受到伤害 也关键是如果有些市民在这几个月里面受到伤害的 急需要帮助的 我们都会尽量去帮他们 谭耀宗旭指 基金也将支持一些有利于汇聚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正气的活动 把同州共济团结互助的狮子山精神发扬光大 协助香港社会渡过难关 重新出发 他透露 目前已收到许多有心人表示愿意支持及捐款的电话 相信筹款方面会得到支持 同州人基金信托人黄英豪表示 凡任同本基金宗旨 在修理风波中受到影响和伤害 及其支持的中小商铺和市民 均可填写有关表格 通过电邮、传真等方式向基金提出申请 基金会按照不同个案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援助的方式和金额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